大家好我是拳头 从蜘蛛侠英雄远征的击败预告中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因响指事件造成了漫威的多元宇宙 还有新人物神秘客元素众等出场 作为漫威第三阶段的收尾之作 今天就结合漫画跟大家聊聊 蜘蛛侠与神秘客的爱恨情仇 以祝各位观影愉快 电影承接复联寺终局之战后 小蜘蛛变灰灰灰发了五年 终于又回来了 准备和高中同学们去欧洲度假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这些朋友 也是同时画成灰回来的 他没成灰的小伙伴 毕竟现在都已上了大雪 而响指事件同时也引起了宇宙的后乱撕裂时空 导致了多元宇宙出现了连接 之前蜘蛛侠平行宇宙的动画 就已经展现了平行宇宙的设定 让不同宇宙的蜘蛛侠们同框 而这次危机导致了神秘客昆丁贝克 前来寻求小蜘蛛的帮助 而在漫画中 神秘客一直是小蜘蛛的死地 他也是斯坦丁老爷子参与创作的角色 神秘客首次出场于1964年6月 《神奇蜘蛛侠》第13期 漫画中已经小有名气的蜘蛛侠 被人看到用猪网盗窃 从英雄变成了强盗 名声大跌 蜘蛛侠皮特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因为没人像他一样会使用猪网 皮特害怕自己是不是压力太大 导致出现了第二人格 一睡觉就上街偷东西 自己还不知道 于是去看心理医生 但怕自己身份被发现还是跑了 现在的蜘蛛侠是又穷又遭人嫌 这时在皮特工作报社出现了一个顶着鱼缸的怪人 像个变态 他声称自己是超级英雄神秘客 会打败蜘蛛侠维持社会正义 因为蜘蛛侠到布鲁克林大桥上见面后 就凭空消失了 正愁最近没热点的报社老板詹姆士 马上鼓吹神秘客这个新超级英雄 蜘蛛侠为了调查清楚这件事 跑去了布鲁克林大桥 神秘客一出现就和蜘蛛侠打了起来 可是蜘蛛侠不想下狠手 只想知道真相 神秘客就用幻术一样的招式 打得蜘蛛侠毫无还手之力 连蜘蛛感应也失效了 蜘蛛侠决定走为上策 于是跳入了桥下的水中流走 之后在报社的大肆报道下 神秘客真的以超级英雄的身份 C位出道了 还在报社上蜘蛛侠拍照 蜘蛛侠顺手把跟踪器按在了神秘客上 然后追踪到了神秘客 两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神秘客边打还边唠叨 先是吐槽蜘蛛侠若姬 他会的自己也会 然后自顾自的开始表明自己身份 神秘客曾是给电影做幕后工作的电影特效师 因为不甘心做幕后 想要出名于是化身神秘客 他本身是没有任何超能力 换说也只是他的职业技能 电影特效 他用道具做出了蜘蛛侠的珠网 然后模仿蜘蛛侠去盗窃 塞在靴子里放入化学气体 屏蔽蜘蛛侠的蜘蛛感应 在以神秘客的形象出现 打败蜘蛛侠成为超级英雄 得知真相的蜘蛛侠 用权力打败了神秘客 把他和刚才用录音机录下的自白 一起送到了警局 反派思议话多 莫非有人给你打了土真机 神秘客作为蜘蛛侠系列的一大反派 是邪恶六人组之一 其他成员还有张鱼博士 突救猎人克莱文 电王和杀人 而这次的神秘客 在预告中感觉是个正面角色 还和小蜘蛛一起打元素仲 元素仲也是一个反派团体 由拥有水火地风能力的私人组成 其实漫威电影系列 不是第一次把漫画中的反派 改成了正面角色 像之前旌旗队长 就是把在漫画中 本来是反派的斯克鲁人 改成了宇宙难民 但是我又觉得漫威给的预告 真没那么可惜 而且本来神秘客这个角色 就是经常以欺负别人打到目的 所以很有可能他才是终极大boss 但是这些只是猜测 到底怎样只能到影院一探究竟了 作为第三阶段的收尾之作 之后的第四阶段 新人辈出的漫威宇宙 又是怎样的光景 这次为遇事不决 量子力学 解释不同 穿越时空 脑洞不够 平行宇宙 而小蜘蛛戴着拖你眼镜 一闪而过的画面 好像也是个小小的彩蛋 好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个故事见